我們在夢想街有個門牌號碼嗎 歡迎來到夢想街 57號 又來到我們夢想街 理財教室時間了 接一個阿關姐姐要告訴我們傻嗎 接一個我們要叫價量 價量不加價 拜託你要大塊 不大大坑那還要價量不加價 你不是要說價量不加價 價量 股票市場的價跟量 有一句話說 攜手看什麼 看價 太好了 老手看什麼 看力 揍手看什麼 看阿關 看價量 所以我們今天要來聊聊價量 我們先來介紹來賓 好 趕快邀請一下我們住在 夢想街96號的蔡民昂 蔡總 妳好 在夢想街58號的賴憲正 憲哥 妳好 大家好 在夢想街82號的馬基強 馬老師 妳好 大家好 夢想街11號的周怡怡 怡怡妳好 大家好 好 接下來要來討論價量 不過來小學問一下 你每天這樣殺技殺出 殺技殺出 妳有什麼標準來決定買點還是賣點 我的標準很簡單 第一個先看我口袋有多少錢 非常的精確 第二個就是看 這叫貨金控管 對 沒錯 第二個要看價 就是看 這股票如果蓋的時候 一定要趁勝追擊 就給它跟上去 對 跌的時候呢 也給它買下去 叫做危機入市 對 因為它在谷底了 所以要給它買 那你的口袋一定跟褲管一樣深 拖到地板了對不對 沒關係 我爸爸媽媽 我爸爸媽媽也給他兒子 長也追 跌也追 因為其實股票真的會說話 真的嗎 他們跟你說買我 買我 然後你就賣了 哪有 從來那麼輕鬆 賣我 賣我 我就給它買了 你就給它買了 現在沒賺錢 所以我們來問一下憲哥 對 股票到底在講哪一國的語言啊 我聽你怎麼說 我說要怕是有一點阿飄的感覺 還沒機會 阿飄咧 對 其實真的 回家講得沒有錯啦 就股價會說話 所以我們常常講說 你要聽懂股市中的話語 那這個話語其實講的就是量 所以有時候你看 很多的那個股價 股票 很多的股票 沒有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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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一根很大很大的量 那一根量叫做仙人指路 仙人指路 對 你看 你想想看 如果說你在茫茫的股海裡面 有一個神仙跟你講說 這條路是好的路 這條路是真的路 我跟你講 現在這是空名堂 你不要看到幾個月 你就對他那條路走就對了 就是股市的話語 真的有用嗎 我前不久真的買了一檔股票 它是這樣子 爆出一個大量 然後還掛一個漲停 後來結果第二天就給我下跌的 對 你可能不相信對不對 來 對 這一支股票叫做泰山 它本來都是在叢林裡面 很少出來 最近出來了 而且一下子就跑到台北市來鬧 你都不相信 完全都沒有量喔 這是草叢量 所以這完全都沒有量 突然的一根量出來 來 你後面都不用看 後面都沒有 因為你只有看到這一根量 這一天嘛 這一天收盤了 你看到這一根量 這一根量是前面的 應該我們現在當然沒有說 很仔細的去算了 至少十倍的量 這一支量叫做仙人子路 對 神仙有跟你講 就量來了嘛 對不對 什麼我都沒有對著呢 因為你有拜拜嗎 你有信仰嗎 你完全沒有信仰 當然神仙也不會跟你講 好 那就是量啦 所以量會講話 那問題是量如果平平的 都沒有說話要怎麼做 來看這個 好 來 我們來看一下 股價漲 但是量都平平的 你看 這叫做這個 價漲量平 這個的情況的話 是股價轉折 來問一下蔡總 好 我們來介紹 第一種 成交量平平的 但股價已經在飆漲 我舉一檔 今年滿紅的 工具機的富強薪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它這個階段 跟剛才憲哥講的泰山很類似 然後加有力多 因為今年攻擊機接單很好 你看 它已經大概連續 搭了四 五支的漲停板 你看 都這樣 它會起起來 但是你看這個量都平平的 表示什麼 沒人對 其實股票是這樣 萬般拉台只會出貨 今天我們教第一個秘訣 這個透視 做手 炒手的意圖 不要說做慈善事業 所以拉起來是要人跟 那為什麼 因為你每天你看這個 這個只有開盤就跟收盤 這個每天都漲停 對啊 開盤跟收盤都一樣 都漲停板 人家就駕車嘛 所以活星來之後 然後來到 連拿七支提映板以後 第八支這一根打開了 就那瞬間 不上就沒了 你看那一天的成交量 突然都爆出來 那麼多人上車 對 上出了 上車了 但是還好他們上對車 有的人是上車車 隔天就開始返轉 這個阻力 因為這個基本面還有 你看 繼續的拉 這時候要出來了 要再做廣告 為什麼 你那天成交這麼大 後面還要再漲 那有更多的要來買 要廣告 要來一個置入性行銷 我來講一個故事 因為我不能拿最近的例子 這樣真的會被人家罵 常常我們在這個媒體 報紙 雜誌 網路 都有人有心買那個廣告 其實他在推薦股票的名牌 他就是要招攬了 一堆的這個群眾 然後以後 注意到這個股票的時候 他出貨出給你 我講了二十幾年前的事情 有一天我在報紙的小小的地方 看到了兩句話 他就是國籍正飄揚 塑造新形象 他在點一檔股票 當時的國泰塑膠 就是蔡成舟的那股票 名牌 這個多麼高級的置入性行銷 他就只是這樣登一個小廣告 就寫這幾個字這樣 對 然後就是在推薦 在證券版下面 一般的人還不注意 或者IQ不太夠的人 還不曉得說這兩個計畫 其實就是在點國塑 他那個廣告的國塑那兩個字 顏色有不一樣嗎 沒有 如果顏色不一樣 我就看得出來 一樣 所以我當時就看得出來 去買了還真的賺了一段 因為這個高級的置入性行銷 現在的置入性行銷就很低級 直接那個股票名稱就出來 代號都還給你 那個不行 所以你看 他已經置入性行銷 當時互強新的置入性行銷是什麼 就講公機機的景氣 什麼都好 都好 大家都注意到公機機 你看後來股票繼續飆 然後量都出來了 所以重點就是像這樣的股票 一定要注意 要給人家上車的機會 然後要做一點廣告 這個上車的機會 是不是代表是說 這個還有機會往上再突破呢 可是有時候不一定 有時候不一定 像每天掌停 掌停 掌停 很多人都說要買買不到 等到你買到那一天 可能就要翻轉了 差別在哪裡 就是說還是要我們講技術面 但是基本面要稍微注意一下 假如這個股票 純粹是玩一個籌碼戰的話 說不定這一根以後 就開始轉轉 那有基本面的話 也許還會有一段 蔡總怎麼看說主力還在做 為什麼每次我聽到人家說 這支股票主力還有在做 那從這量上面的話 我告訴你 假如主力還在做的話 這個就對於典型的 你看他其實他拉了五支停板 他可以倒出來 你這一根全部跳起來 就倒出來開始反轉 他假如說這個地方 他是要培養這一檔股票的股性 因為以前的股性太冷了 那股性要培養出來的時候 你不能為了眼前的利益 賺了這四五支 然後全部倒給這個散付 然後後面就沒行情了 所以要做一點這個股性 他還是要考慮他的基本面 所以有基本面的股票 通常股性做活絡以後 還有行情 而且你看他爆量那一天有沒有 打開讓你買到那一天 隔天又再漲停 那就表示讓你上車那一天 他沒有要在這個時候套給你 就是真的有國心就對了 國心來了 不過你看那個國術 剛剛蔡總講的那個織物性形象 這真的高招 這很像人家以前武俠小樹有沒有 叉叉門的時候都要講蜜語 通關蜜語 那個叫做牆頭絲 對啊 長頭絲啦 長頭絲 所以要問你說 來 通關蜜語是什麼這樣 很像那樣有沒有 那講得太明的就不準了 可是我這樣子看的話會看到振興 對 沒錯 以前就有這種 對 以前就有這種 對 看中啊 看有振興 對啊 也有 也有 可以… 所以這要看怎麼解讀 他這個還不錯 你要說國碩跌 他說你看你跟我講到股票一直跌 他說沒有 我是講振興 你這樣做 我跟你講這裡頭還可以看到 這沒有區分 這盒還有看到國洋 國洋也有 國洋也有 那時候國洋還沒有出來 應該那時候國洋還沒有出來 那時候國洋還沒有出來 這軍 振興的好像還沒有 對 振興 振興跟國洋 那時候應該都還沒有掛 他講的是民國72年 因為73年剛好失信案 72年那時候蔡成舟在立法院 有一個十三兄弟 真的可以左右 對 國民黨裡面 他可以左右整個國民黨的方向 那就是穿得抓不住 所以國壽這間公司很積極的 他那時候整個關係企業 國泰後來發生事情 關係企業倒掉的公司有130家 這家公司現在也就沒了 早就掛了 早就掛了 對啊 你剛剛有看到國宋 已經很久了 沒有啦 你看 其實是年代應該沒了 你們兩個的年紀根本不認識他 那我們碰過這間公司 好